Dialectic 結構 字幕吳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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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上次講到一個 Dialectric Dialectric 就是這個一塊材料裡面 基本上它 我們考慮它 類似捲體的這種特性 假設它沒有自由電子 那在電場的作用之下,比方說放在一個電場裡面 然後原來是一個中性的,比方說原子 然後它裡面的正電荷跟負電荷受到電場的作用就分開了 可是這個電子還是被原子核束縛住的 我們叫做一個受束縛的電荷 那所以這裡面就產生很多小小的dipole 那我們上次定義了一個dipole的density,volume density 所以這個大P向量是單位體積裡面有多少dipole moment 你就取一個小的單位體積 然後你算一下,把裡面所有的這些小的dipole moment全部把它加起來 所以是單位體積裡面有多少dipole moment 好,那一旦這個材料裡面出現電荷分離出現dipole 那我們知道dipole因為正負電荷沒有在同樣一個位置上面 所以它會在空間裡面其他的位置 比方說P點產生一個電位或是電場 那我們上次有算出來 如果我們算potential的話 v可以寫成 如果是從 我們假設一個小小的體積 這個體積是dv 那dv裡面就會有貢獻多少dipole呢 小小的dp會等於我這個dipole polarization的vector乘上這個體積的大小 因為這個是單位體積沒有多少moment 那我乘上一個小小dv 所以我dv裡面有的total moment就是這麼多 然後這個total moment在空間裡面 你就把它當作 這是一個dipole total的一個dp的dipole在這個位置上面 然後距離p點 然後一個距離r等等的 然後它會產生一個differential的potential 所以你把它加起來 那這個就等於ar dv 那我們加一個prime 表示它是那個sauce 現在這個sauce是一個polarized的一個材料 polarized的一個界電的材料 然後除以r平方 所以這個觀念到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那再進來就經過一些計算 這個請大家回去看一下課本 這個可以寫成4piε0乘上 我們再把這個抄一遍 經過一番推導之後 你這個total的這個體積v 這個total體積叫v 或是v' 然後這個有一個面積叫做s' 這塊材料它的表面積叫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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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發現total的potential 所以這個好像變成一個帶電的一塊材料 裡面有一些電荷在裡面分佈 那這些電荷的分佈在空間裡面產生的potential 可以寫成這種形式 那當我們寫成這種形式的時候 我們就回想到如果說是一個點電荷 所以假設有一個dq 我們假設空間中有一塊小的體積裡面有一塊dq在這個地方 那它在很遠的一個地方p 它其實在任何一個地方p dq在p點貢獻出來的dv等於多少呢? 貢獻出來的potential 根據我們前面這個簡單的點電荷 產生的potential就是dq除以r r是dq到p點之間的距離 所以你比較這個式子的形式 跟下面這兩個式子的形式其實是一樣的 都是4π0分之1嘛 這同樣的常數 然後跟距離都是r平方分之1 然後上面是某一個source 那當然這邊是因為dipose產生的 所以dipose產生這個v的source 所以如果你比較這兩個式子的話 好像什麼呢? 好像這個分子的部分 或是這個分子的部分 包含這個部分 這是一個等效的dq 因為這個是dv'裡面 這個有小的體積 dv'裡面的一些什麼東西 所產生的potential 那你比較這個式子的話 這個分子,total的分子是一個等效的dq 一個等效的電荷 或是等效的一個等效的電荷 所以大家如果看這個式子的話 這個是一個等效的電荷 這個電荷是在哪裡呢? 在體積裡面 包含在dv'這個小的體積裡面的電荷 所以這是一個dq 所以前面這什麼呢? 這變成一個電荷密度 所以電荷密度乘上這個小的體積 的體積的大小 就連這個裡面所含有的total的電荷量 所以這個前面的這一項 所以這一項基本上是一個等效的什麼呢? 等效的rho 那大家如果看一下那個講義最下面這一行 那個上面有沒有寫 所以這個叫做 equivalent polarization of charge density 然後因為它是分佈在體積裡面的 所以我們叫做 equivalent polarization of volume charge density OK 有沒有看到這個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rho p 這個p 表示是被極化之後的 極化的界電物質 它的等效的體積的那個電荷密度 OK 所以這個數學式子這樣子推導 然後我們還是要怎麼樣 回歸到最原始的那個 點電荷的觀念 然後去比較 然後去解釋 到底這一項 至少數學上面 它等效於一個什麼樣的一個物理的現象 OK 那我們再看另外這一項 那這一項我們可以怎麼寫呢? 這個dx prime是什麼? dx prime是這個體積的某一個地方的一個小面積 所以這邊dx prime dx prime dx prime指的方向是 這個體積在這個位置上面的normal的方向 所以這個我們可以把它寫成什麼呢? 這一項可以把它寫成 orp象量dx prime verändert 成上一個小小的體積 而成上一個小小的面積 就是这个dx的這個面積 像量可以把它分解成它的方向 成像它的大小 那,所以你如果這樣子的話,同樣的跟按照剛才的這個邏輯 所以這個Total的這一項是一個DQ 可是這個DQ是分佈在哪邊呢?分佈在面積上面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寫成DQS,它是一個Surface的Charge 所以這裡面大家要區分一下電荷分佈在體積裡面的形式,跟分佈在面積上面形式 但最後其實都是電荷,他們佔據空間裡面的dimension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整個是一個表面電荷 那是等於一個面積乘上一個某一個量 所以前面的這一項,根據剛才的同樣的邏輯 這個其實是一個電荷密度 所以前面這一項是單位面積裡面有多少電荷的表面電荷密度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rhoPS P也是一樣,polarization 被極化的這個接電物質它的等效的表面電荷密度 因為你被極化之後的這些dipole所代表的等效的電荷密度 表面電荷密度 OK 所以這邊講的這些等效的東西其實在下面講義 這邊再下來應該都有寫 好,那那個講義上面這邊有加個prime 就請大家加一下 有時候你可能會 可能會產生困擾的時候就把它寫得清楚一點 有prime的表示是source所在的地方 就是不管是這些dipole 被極化所產生的dipole 或是真正的電荷等等的 就加個prime 那同樣的,這邊加個prime 是什麼意思? 這是說 這個大P向量 大P向量是極化密度 其實是一個極化的密度 那極化密度其實分佈在空間裡面 因為不同位置可能有不同的密度 所以它基本上也是一個空間的分佈 所以你可以去算它的divergence 那這時候算divergence要記得 你是要算 如果你在運算上面 在運算上面是算P的這個函數 它的那個xyz 對它的xyz座標來做運算 如果你是用xyz座標來表示的話 那可是記得P P是基本上 它是在x prime,y prime,z prime的位置上面 而不是P點 P點是xyz 所以這兩個大家要記得要把它分清楚 那可是通常 有些書不一定會寫得這麼 分得這麼清楚 因為這個函數本來就只是 這個有prime的座標的函數嘛 所以你自然而然的不會去對P點的另外 那個座標去做微分 不過有的時候會出現困擾的時候 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OK 好 所以這個數學上面 怎麼樣去解釋這個式子 講到這裡有沒有什麼問題 OK,沒有的話 那我們下面來看一下 那我們說這個等於一個等效的體積密度 那這是一個等效的面積的電荷密度 那實際上 如果你真的比較從具體的這個物理的現象裡面 怎麼去看呢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rps OK 我們現在假設有一個這個物體 它有某一種形狀 然後這是它的表面 那我們現在假設說 因為這個 這裡等效的表面電荷密度是什麼 是P向量到這個表面的normal 所以它其實是在算什麼 是在算表面上面的P向量 比方說這一點 在表面上面這一點 它的大P向量去導致它的normal向量 所以這邊要看的是 在表P大P向量分布在表面上面的狀況 所以我們假設說 比方說電廠 你外加了一個電廠 比方說是這個方向的話 那你在裡面會產生很多正負電荷的分離 那在表面上面 我們看這個式子裡面 假設在表面上面 假設我們看這個表面上面 原來這邊有一排原子中性 那個沒有極性的 就是正負電荷是重合的 那個原子排在這邊 然後極化之後可能就變成這個樣子 點點點點點 OK 所以在這個表 比方說我們考慮這一點好了 在表面上面的這個點 它的大P向量 基本上就是 什麼 基本上就是跟小P向量是同樣的方向 我們假設先只看方向的話 那我們記得 這個dipole moment P 是從負電荷指向正電荷 OK 所以P向量的方向是這個方向 負電荷指向正電荷 那可是大家如果看一下這張圖 基本上在表面上面 大概會有一層負電荷分佈在表面上面 如果你的電場是這個方向的話 所以你表面這些最靠近 就是表面最外面的這一層電荷 其實是一個負的電荷 這個就是所謂的rhoPS 等效的表面電荷密度 那rhoPS 是負的 在這個例子裡面就是負的 可是我們看到P向量是這樣子 那在這一點的normal 這一點normal在這個地方 朝外叫做normal OK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P去dot a n' 基本上是負的 所以至少方向上面告訴我們說 這兩個乘起來可以告訴你 這個等效電荷的符號 那當然至於說 它的絕對值上面 為什麼是P dot 基本上它的絕對值就等於P向量 投影在normal方向的分量 那那個就從前面的數學這裡面推導 可以推導出來 可是至少我們可以看到 所謂的即化之後的 產生的表面電荷 是分布在什麼樣的地方 是從哪裡來的 OK 好 所以這個rhoPS 這樣子有沒有問題 那沒有的話我們再來看一下rhoP 又是在描述什麼樣的線下 那同樣的rhoP 也是看這個大P向量分布的某一種特性 所以我們現在假設在某一個位置 P點在這個地方 那假設在這個地方 因為若干原因 假設在這個地方被即化的這些小的dipole 分布的狀況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假設大概分布成這個樣子的話 那所以在不同的地方 所以這些小的P向量 大概是從我們要討論的這個點 往外指出去的話 那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你去算這個P向量的divergence 或是你把它加一個prime 表示是對它的分布的本身的運算 那我們記得divergence在算什麼 進的向外的通量 那通量基本上是算一個向量長 你指出去 假設我取一個體積 假設我在這邊取一個體積 然後它有一個表面 那所有這些向量長指向外面的通量 比方說向量長P乘上它的面積等等的這個觀念 那所以假設我們在這邊取一個小小的封閉面積 然後在這個方向上面 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在這個例子裡面 大概所有的P向量都是朝外的 所以在這個例子裡面 這邊這點的P向量也是這邊 然後這邊都是從負電荷指向這邊 指向正電荷 所以如果你去算divergence P的divergence的話 在這一點應該是正的 它有一個正的向外的通量 所以那正的向外的通量 可是正的向外通量 因為P基本上是從負電荷指向正電荷 所以你有正的向外的通量 好像說你正電荷有正的向外位移的趨勢 所以會讓這一點剩下來的進電荷變成負的 因為原來是一個中性的狀態 正負電荷全部重合的狀態 可是你把正電荷利用像是flux的觀念 往外移動了一點點 所以中間就剩下net的負電荷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個equivalent的 這個polarization的volume charge density 就變前面是負的 前面的這個負號基本上跟這裡面描述的這個現象 為什麼它的閃度然後算完之後還要取個負號 至少符號上面代表的是這個意思 所以這個就會表示 ρp會小於0 這個是物理上面的現象的討論 最下面有一個是數學上面的小小的作業 大家可以回去自己練習一下 我們現在說任何一個物體 不管是這樣子或是這樣子 然後經過即化之後 產生了兩種等效電荷 所以你就可以想像 好像有進的這些net charge 分布在這個材料的內部跟它的表面上面 所以你可以去算一下 你把有一個等效的rps 然後假設你把所有的表面電荷全部加起來 要怎麼算 會嗎? 式子上面怎麼寫 假設我要把這個材料好了 它所有的表面上面所有的表面電荷全部加起來 假設現在我知道rps了 我知道表面電荷密度 然後我要把total的表面電荷算出來 你可以怎麼樣呢?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取一塊小的面積叫ds 或是ds' 然後這邊ds'有一個dq 這個dq就等於rps乘上ds' 所以這邊有一個dq 然後這兩個相乘就是這個小的dq 你把所有的小的dq加起來 這應該叫dqs好了 所以你把全部加起來 就是這個rps對面積的積分 然後在這個封閉面積上面 那這個是total的qs 那你可以去算total的體積電荷密度 就會變成rp乘上dv' 就是你這邊取一個小體積 裡面有一個dq dq就等於這個 然後你把對體積全部把它加起來 或是sum起來 所以這是total的體積電荷 這是total的表面的電荷 分佈在表面上的 這是分佈在體積內部的 那你把這兩個加起來 會等於0 就是這個講義下面最後 而就是這個空白下面最後 這行字的意思 為什麼會等於0呢? 但是這個數學上面 大家可以自己去算一下 用那個divergence定理很快就算出來了 你套用一下他們原始的這個定義 那為什麼呢? 因為你原來 我們說原來一個dielectric的這個材料 原來一個界電子 或是所謂的絕緣體的這種材料 裡面是沒有帶進電荷的 就是 它total的電荷是等於0 那我們之前講的所有的dipo 這些dipo都是從 你原來裡面組成的那些中性的原子 經過電荷分離所產生的 所以 所有的電荷都是dipo的形式 那dipo的定義本來就是正負q 所以total的dipo的total的電荷本來就是0 那你這個材料原來裡面本來是 就是只有dipo的這種形式的電荷 就是你被極化之後 所以最後所有的電荷還 本來就是應該是0 它不會出現近的不為0的電荷 因為你沒有外加任何的電荷到你的 那個dielectric的材料裡面 所以這個 這個式子大家可以回去練習一下 所以我們這個界電物質講到這邊 看看大家沒有什麼問題 好 那沒有的話我們下面就繼續來看一下 所以現在這個 我們現在 該介紹了這個界電的這個材料 那我們知道 你這個材料在電場的作用之下 會產生一些電荷 那電荷會產生這個電場啊 或是potential啊 所以 你現在假設我們現在討論的是 這個空間裡面不是像我們前面講的free space free space就是都沒有物質存在 那 就是類似真空的狀況 那現在假設這個space裡面是充滿了某一種這種界電物質 然後我再放一個電荷 我們現在比方說 空間裡面有一個Q 可是這個Q不是處於free space裡面 不是處於真空裡面 它是處於一個均勻的某一種材料裡面 均勻的界電的材料裡面 那這個時候這個電荷 在這個均勻的材料裡面 產生的電場 電位等等的 要怎麼計算 那這個時候 你就不能說 我單看一個點電荷 用庫倫定律去算 然後就變成 4πε0分之1 r分之1 或是r平方分之1 的一個式子 因為 現在這個Q 會影響到你 這個界值裡面 的界電的特性 會產生很多這些dipode出來 所以 這些dipode會產生另外一個電場 所以你算的是總電場 而不是單獨只算Q所產生的電場 你還要把這些dipode的電場算進來 那這個時候 要怎麼算呢 所以我們就看一下3-8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就會去定義另外一個 一個物理量 把這個dipode的反應 把它加到那個物理量裡面 就是3-8要講的 這個electric flux density 所以我們來回顧一下 第一個 再一樣 我們回到最基本的 靜電場的基本假設 就是 假設在free space裡面 電場是由 那個Raw所產生的 這個它的divergence是Raw所產生的 Raw除ε0 那這ε0 在這裡面是free space 所以我們放了一個 這個 常數在這個地方 那 可是大家看一下 那個 第一點的那個講義上面 這個Raw是什麼呢 這個Raw是Charge density 可是它實際上是什麼 它實際上是 因為在真空裡面沒有這些dipode的反應 因為沒有物質存在 所以這是所謂的一個free charge的density 就是我真的單一個點電荷放在什麼什麼地方 或是單一個 就是真的是獨立的這些電荷分佈在空間裡面的這個狀態 所以我們把這種電荷叫free charge 那可是在dylectric裡面呢 dylectric裡面就 除了你有可能的這種free charge之外 你還有很多感應出來的這些polarization charge 那所有的這些polarization charge 既然你把它寫成一個RawP 它是一個等效的電荷密度的話 這個等效的電荷密度產生的電場 其實也可以造成電場的divergence 所以這個是free space 那如果說在dylectric裡面呢 dylectric裡面我們要算電場的total的divergence 應該就怎麼寫呢 我還是一樣Epsilon0分之 我就把所有的體積電荷密度全部放進來 不管那個電荷是所謂的free charge 或是你放進去的 或是它是因為電場所感應出來的dipole的等效電荷 只要是所有的體積電荷都把它放進來 所以這應該就Raw加上我們剛才講的RawP 那大家要記得這個式子裡面的這個Raw純粹指的是體積電荷 這個density是volume density 所以這邊有一個surface的density怎麼辦 這個RawPS怎麼辦 RawPS也會產生電場 那RawPS為什麼不放進來 那個大家看到 只要是看到surface的話 就是那個RawPS 比方說是分佈在這個表面上面 或是任何一個表面上面 那通常那個表面可能是兩種物質的介面 所以分佈在表面上面的source 不管是這邊的那個surface的charge density 或是我們以後在第六章之後會看到 你可能是表面電流密度 電流會產生磁場 那不管是表面的電荷或是電流 通常我們就不放在這個equation裡面 而是用什麼呢 用邊界條件來處理 有沒有 我們前面在算那個金屬表面的邊界條件 有沒有 然後你就會發現金屬表面是可以存在表面電荷的 可是我們要看金屬表面的表面電荷造成的影響 我們就看這個表面電荷 在這個表面的上面下面一點點造成的電場 或是電通量的差異等等的 所以surface的source全部都是用boundary condition來處理 如果你真的把它放進來 它會變成一個delta function 那數學算起來就有點不方便了 所以我們只有把那個volume charge放在這個地方 那在dylectric裡面 我們就要把受即化所產生的等效的 這個等效的電荷密度要放進來 OK 好 那這裡面呢 rho p 我們再寫一下 rho p 按照剛才的式子是等於負的divergence p 我們這邊就沒有把那個prime寫上去了 那個稍微簡化一下 好 那 所以你把這個放進來 所以你就可以發現 這個是一個divergence 然後這裡也是一個divergence 那這個是這個divergence 那這兩個divergence你可以把它併在一起 所以你把這個divergencep搬到左邊來 然後這個ε0乘過去 我們先把ε0乘過去之後 就可以得到什麼呢? ε0乘上1 然後再把這個divergence搬過去 這個rho p搬過去 這邊我們加上p向量 會等於多少呢? 會等於rho 那大家記得這個rho 這個rho是free charge OK 那通常這個free charge 對大部分的時候 其實是比方說我們做實驗的條件給的 或是外加的pulse supply給的 等等等等的 所以這個rho是 通常你做實驗的 或是你做design 或是你真的東西在用的時候會知道的 那這個rho p通常是跟材料有關 所以通常它是一個未知數 因為它不是外界給的 它是受到其他的電廠的作用 所感應出來的東西 所以通常這個是已知的 為什麼我們要把它這樣子寫呢? 因為通常這是未知的 那你等號的右邊 如果出現一個未知數 那兩邊都是未知數就不好算 所以我們把通常不知道的方法放到左邊去 所以我們把它寫成這個樣子 所以 這裡面大家就可以看一下 下面我們就定義另外一個向量 講義上面有寫了 我們就把這個向量定義成D向量 那D向量叫做 就是定義成ε0e加上p 那就會等於 它叫做 Electric Flux Density 就是電廠的通量密度 OK 那我們等一下 你看一下它那個積分式 就知道它為什麼叫通量密度了 那那個 或是叫做Electric Displacement 那個電位移 這個當然是有某一些歷史上面的因素 好 那所以你這樣子定義之後 電廠E滿足的這個基本的假設式子 是這樣子的這個式子 那D向量滿足的這個假設的式子 會等於什麼呢 按照這個定義 你可以發現Divergence D 就等於Row 好 那記得Row是Free Charge OK 而且只有 只需要考慮Free Charge就可以了 好 那這個是 同樣的這個式子就是所謂的微分式嘛 同樣你可以把微分式改寫成積分式 好 那我們把它寫在上面好了 所以你把這個式子改寫成積分式的話 其實跟電廠的微分式 就電廠E的微分式跟積分式之間的那個關係是類似的 所以你可以得到類似一個 低向量滿足的高式定律 所以你把D 因為這個是算通量嘛 這個是 單位體積的通量 所以你把 針對某一個V 它所有的Total的通量 算出來 就是把這個積分 那積分左邊積分就會等於這個式子 那右邊積分就會等於Role對體積的積分 就是某一個物體 或是某一個體積V它的表面S 體積V裡面所含有的Total的Q 那同樣的這個Q是由Role所積分出來的 所以這個Total的Q是什麼呢 是Total的Free Charge 所以 那個 D所滿足的 這個是 Divergence 或是通量的這個關係 你把它寫成微分式或積分式的形式是這個樣子 那 所以我們把 為什麼把它叫做 為什麼把D叫做 那個 Flux Density呢 因為純粹D乘上S嘛 因為這邊式子裡面 看起來好像就沒有什麼Epson0這些常數了 對不對 純粹就是 D的Total的Flux就會等於Charge 所以 有時候其實我們說 點電荷 就是電荷產生的 電荷到底產生什麼 它會產生場 它會產生這個potential 可是 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基本上電荷產生的是電通量 OK 而且是Total的電通量 所以你D乘上S等於Total的電通量 那D就是通量密度 電通量密度 所以 這個是 我們把前面 dylectric material 受到極化之後 產生的polarization 然後把它併到另外一個向量裡面去 所以以後我們解問題的時候 我們可以根據 比方說我們比較容易已經知道的 所謂Free Charge Q或是Row 然後把D算出來 那當然這個時候D裡面 就包含了一些 那個 那個 極化的電荷造成的影響 那如果你真的要去區分 假設你真的要算力 要算電場E的話 你就要看一下Row P到底在 這裡面扮演的角色是多少 然後適當地去乘一個Factor 就是我們下面第二點等一下要講的 好 好 那到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那沒有的話我們繼續看第二點 所以這裡面我們看一下 這個Row P 或是低向量裡面的 有一個Row P的貢獻 這個部分 它是受電 受電場作用極化所貢獻出來的等效電荷 那 所以這個時候它極 比方說我同樣給同樣的電場 那你到底會有多少極化的 跟材料有關 好 所以我們現在看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這叫Linear Isotropic 的Directory Material Linear大家知道 Linear就是線性 線性基本的意思就是說 電場 你給了多少電場 它感應出來的那些Dipole 基本上成正比 這叫線性 那Isotropic叫什麼意思呢 Isotropic這個字的意思叫等向性 等向性的意思就是 我這個材料本身裡面沒有特殊的方向 我電場如果加在這個方向 那它所感應出來的P 基本上會是同樣的方向 而且它們之間的關係 第一個就是方向會一樣 然後大小之間的那個比例的關係 不管我電場是加在這邊 或是我電場加在這裡 然後感應出來的P向量 它們的關係都是一樣 所以那個叫做等向性的一個材料 那在這裡面 如果有這種特性的話 那這個P向量 就是即化之後感應出來的Polarization 第一個它會 會等於一個Fact 一個常數乘上電場1 而且這個常數 會是一個Scalar 第一個線性是說它跟電場的一次方乘正比 那前面會乘上一個常數 那個常數是一個Scalar 那為什麼要講它是Scalar呢 因為兩個向量相等 然後前面乘上一個Factor 那個Factor 如果這兩個向量是同方向的話 那個Factor是一個Scalar 可是如果這兩個向量是不同方向的話 前面那個東西就不是Scalar了嘛 對,就變成 有人把它叫做Tensor 有人把它叫做一個矩陣 那在我們講這個Linear Linear線性 然後isotropic等等的話 這個就變成一個常數 所以這個常數通常我們會怎麼寫呢 寫成Epsilon0乘上Kai1 Epsilon本來就是一個常數 那Kai1也是一個常數 所以 當然這個Epsilon0是跟材料沒有關係的 所以這一項是跟我們討論的那個 或是你要用的那個材料會有關 那這個Kai1叫做什麼呢 叫做Satability 對 好 這個叫電極化率 對 好 這個叫電極化率 所以 大概這個Kai1越大的話 好像你越容易讓這個材料極化嘛 所以它是在看一下你這個材料到底多容易被極化程度的一個所謂的材料的常數 介質的常數 OK 好 那這個純粹是你可以做實驗去量的啦 好 那接下來就是如果我們P可以寫成它正比1的話 那我們再帶回來那個D的那個定義裡面 我們就可以看成D會等於 D等於什麼呢 D等於Epsilon1 加上 加上P 然後把它帶進去 Epsilon0Kai1 乘上1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再寫一下 把這個同樣的搬出來 那有時候我們把這一項叫做什麼呢 所以這一項裡面 這個Kai1完全是這個介質 如果有物質存在裡面的時候 那些物質所貢獻出來的 所以它等於0的時候就變成了什麼 變成一個所謂的free space變成一個真空的狀態 所以我們把這個括號 就是 你可以看成是這個介質 相對於真空Epsilon0之間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把它寫成Epsilon0乘上Epsilonr 一個relative 相對應的一個系數 或是把這兩個 通通把它叫做Epsilon1 這是一些符號上面的寫法 那這些符號的名稱叫做什麼呢 講義上面 在下面應該有 所以這個Epsilonr的定義 或是Epsilonr你也可以寫成是 這個材料的Epsilon除以真空的Epsilon 真空的Epsilon就是Epsilon0 這個下面有寫了 所以這個Epsilonr叫做一個relative的permittivity 那有的時候叫做dielectric constant 叫做一個界電常數 因為它描述的是這個polarization 相對的量的大小 那這個Epsilonr或是說 Kai1其實也是一樣 它都是在描述說 你這個介質容不容易被極化 所以這個Kai1越趨近0 或是Epsilonr越趨近1 就表示這個介質 這個材料越不容易極化 那我們再看一下應該是下一頁 我說課本上面那個表裡面 有一些常看到的介質的 typical的這個Epsilonr等於多少 比方說空氣 課本寫說大概1.00059 這些數值都是approximation 因為這個 我們說它是物質的常數 可是實際上大家知道 它畢竟還是真正的物質所組成 所貢獻出來的 所以這東西會跟物質的狀態有關 比方說溫度、壓力等等等等的 所以這個大概都是在一些 比較常見的條件之下面 或是有些物質組成又很複雜 像是有些油、玻璃等等的 那這些都是一些typical的數字 所以我們看一下 這個空氣的Epsilonr很趨近1 也就是說空氣幾乎 你可以看成它就是Epsilon0 在大部分的時候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 什麼呢? 為什麼空氣的Epsilon相對來講 好像 或是它的開義相對來講非常的小 從我們剛才講的 就是從上一堂課到這堂課一直講的那個極化的 極化的現象 我們講那個大P向量有沒有 大P向量是描述你這個介質裡面的 單位體積裡面有多少Dipole Moment 那每一個Dipole Moment大概就是一個 那每一個Dipole Moment大概就是一個 比方說 組成原子、組成分子所貢獻出來的 所以基本上 你的這些組成原子、組成分子 本身的密度如果很低的話 你 最後你的 它所貢獻出來的那些Dipole的密度 大概就會很低了 正比你原來這個物質本身它的密度 那所以下面 大家看一下通常氣體就很低 那液體、固體通常就會 相對來講會比較高 那那個Oil Oil Oil也是一個Typical的某一種Oil 然後Glass是玻璃 那這下面那個水 水大家可以看到那個Epsilon非常的大 那它很大 大概有一個原因就是 第一個它是液體 所以它裡面的水分子密度相對來講本來就很大 那另外一個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水 大家知道H2O 以前有學過那個間結 它是有一個淨的 比方說H2O 大家知道這個氫 氫原子好了 在這裡面 基本上這邊是帶正電、帶正電 那氧是帶負電嘛 所以基本上 這個分子本身是有一個 還沒有被激化 被電廠激化之前它就有一個激化的 激化的 激化存在了 所以 你這邊有一個 net的負Q在這邊 net的正Q在這邊 所以這邊本來就有一個 激化的水分子裡面 所以你在激化的時候 所以其實 我們說電廠 作用在這個組成的原子分子上面 造成 induce 感應出來的 dipoman 其實有兩種過程 可能會有兩種過程 第一個就是讓 這兩個正負Q更分開一點 或者說原來正負Q從合的時候 讓它分開 或是原來就已經分開 就讓它更分開一點 那另外一種是怎麼樣呢 因為在水裡面基本上是Random的排列 所以你還沒有加之前 可能每一個水分子的dipo是不同方向的 可是你加了電廠之後 那個dipo moment 原來既有的dipo moment 會轉到跟你電廠方向一樣 那那個過程就相對來講比較容易 比你去把這兩個再拉開來 會相對來講容易一點 所以通常有極性的材料 尤其是有極性的液體 它的dipo moment會非常的大 OK